来到位于福岗县大墓丁 这间新创企业的库房 里头养殖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好几种甲虫 除了能将某些观赏用的品种 以高价售出 还能将一般的甲虫幼虫 养来作为饲料的原料 但除了这些用途外 甲虫甚至可谓当地的香菇农业 派上大用场 但残留些许养分的菌床 正好能成为幼虫的饲料 加上幼虫粪便也含有丰富的蛋 让这些菌床可转制为有机肥料 大幅降低当地香菇的栽种成本 有机廃棄物或未利用的资源 非常地循环型的取决 这些菌床和栽种成本 这些菌床和栽种成本 有机肥料可以成为 这些菌床的栽种成本 这些菌床的栽种成本 这些菌床是我们的大利益 熊啾啾气昂昂的甲虫 成为推动地方循环农业的助力 企业不只和大木丁合作 希望增加更多在地工作机会 还计划将废弃的养猪场 改建为可繁殖5至10万只 甲虫的培育场 让甲虫成为当地的产业新方向 民視新闻综合报道 就在这些菌床和栽种成本 不仇作的 在这些菌床上